这头老虎被关在笼子里 熊孩子无知无畏 竟然异想天开 想给老虎喂食 老虎满心戒备 走到肉块旁边 拿鼻子嗅了嗅 危急关头 熊孩子父亲突然出现 救下了他 父亲怒不可遏 要不是他来得及时 熊孩子就成了独臂人 为了给孩子长点教训 父亲让人抱来羔羊 绑在牢房外头 接着将老虎放了出来 父亲是对的 野兽中归野兽 不可能成为人类的朋友 这一堂课让熊孩子记忆深刻 熊孩子本名新变 同学们叫着叫着 就成了小变 到后来连老师也会叫错 小变这个名字实在太难听 熊孩子灵光一闪 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 派 就是那个3.1415926的派 同学不愿接受这个新名字 他就将数次背到小数点后上千位 一下成了学校的传奇人物派哥 派哥一家是印度人 家里原本开了个植物园 派爹头脑好使 抓住市场机遇 将植物园改成动物园 捞了一大波钱 派哥喂食的老虎就是他家的动物 一家人原本过着富裕的生活 但是几年之后 印度社会发生动荡 派爹担心家人生气 决定带着动物们 举家前往加拿大 派哥依依不舍得和小女友告别 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渡轮 渡轮上的厨子很凶 派妈因为是教徒 想要讨点素食 却被他无情羞辱 派爸在旁很生气 差点和他干了一架 好心的水手过来 劝他们吃点肉汁饭 不过派妈和派哥都很虔诚 一点肉汁也没沾 这天晚上海上下起了暴风雨 派哥在船舱听到动静 跑去甲板上观光 没想到风浪越刮越大 海水竟然涌到了船上 派哥急忙下去救人 然而船舱已经淹没殆尽 派哥在水下苦苦搜索 还是没能找到家人 只有几只动物逃上了甲板 眼看杜伦就要沉没 派哥被水手扔进逃生艇 离开了杜伦 一同逃生的还有一只斑马 派哥在船上看到海中似乎有人 伸出船桨去救他 没想到救上来的 却是当年那只老虎 派哥还记得儿时的教训 忙不迭跳进海中 然而大海茫茫 杜伦已经沉没 除了逃生艇 他已经无处可去 派哥只好回到船上 趴在桅杆上度过了一夜 而那只老虎正躲在船舱底下 虎视眈眈 天亮之后 暴风雨终于停了 逃生艇内灌进很多海水 派哥来到船舱 清除船内的海水 没想到舱内竟然窜出一只猎狗 对派哥不怀好意 派哥逃到桅杆上 猎狗这才消停下来 船只漂流没多久 派哥又意外发现 一只星星坐着香蕉船飘了过来 善良的派哥将它救到船上 给自己作伴 派哥希望几只动物可以和平相处 然而动物可不会听指挥 猎狗因为饥饿 首先拿斑马开刀 扑上去咬死了它 斑马死后 接着遭殃的就是星星 星星比斑马强悍些 让猎狗吃了点小亏 然而猎狗实在太凶 猎狗一个走神 就遭到了毒手 派哥看到猎猩尸体 愤怒地想和猎狗单挑 就在此时 老虎却突然从舱内窜出 送猎狗领了盒饭 解决猎狗后 老虎又盯上了派哥 派哥害怕地 趴在帆布上等死 没想到老虎却害怕软的帆布 不敢完全上来 派哥趁机跳进了海中 考虑到动物的危险性 派哥已经利用船上的物资 打造了一个救生圈 没事的时候 派哥就待在救生圈上 需要食物补给时 才会回到船上 老虎同样饿得不行 派哥一回船 老虎就会窜出来 对它虎视眈眈 派哥随手抓住船上的老鼠 将它扔给老虎 自己则趁机溜之打击 连日阴沉之后 海上迎来最好的天气 金黄的日光映照在平静的海面 恍若来到了天堂 派哥将求救信装进罐子 希望上帝听到他的祈祷 然而上帝没有回应 回应他的 只有船上的老虎 为了活下去 派哥开始钻研求生技巧 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水源问题 海水不能喝 那就等下雨的时候 用铁桶接雨水喝 船身颠簸让人晕船 那就调整方向 增强平稳性 动物同样会晕船 这时也是驯化动物的最佳时段 派哥尝试驯化老虎 不料老虎却给了它一个惊喜 老虎是游泳健将 船上的动物吃完后 竟然直接跳进海中 开始捕鱼 鱼儿捕不到 只好朝着派哥冲来 派哥赶忙回到船上 还将救生圈拉了上去 这一下老虎懵逼了 下船容易 上船难 只能拉着船上绳索狗活 派哥拿起斧头 想要杀死老虎 然而当他看到老虎眼睛 心却突然软了下来 于是他放下甲板 让老虎爬回船上 自己则打包好物资 重新回到了救生圈 为了不让老虎饿死 派哥开始尝试捕鱼 青色的海鱼 个头很大 派哥有些抓不住 只好拿斧头将它砸死 然后喂给了老虎 这天晚上 船只周围突然冒出无数水母 还有一条全身发光的鲸鱼 鲸鱼掀起滔天巨浪 将派哥的干粮全都冲进了海中 派哥被逼无奈 只好回到船上 再次尝试驯化老虎 就在此时 海上却飞来大群飞鱼 派哥赶忙抱头躲避 老虎趁机开始觅食 一只肥大的金枪鱼不慎跌入船中 派哥鼓起勇气 用木杖吓退老虎 硬生生来了一出虎口夺食 因为没了干粮 派哥就此过上了如毛隐穴的生活 一人一虎也不知飘了多少天 老虎虽然带来了生存威胁 但也给了派哥继续求生的勇气 这一天海面不远处驶过了一艘渡轮 派哥发出信号弹求救 却没能被杜伦发现 派哥有些失望 但是他还得坚持活下去 随着漂流的日子越来越长 派哥的精神越陷越深 他似乎来到了潜意识深处 开始分不清现实与幻想 海水中出现一条巨大的怪鱼 被乌贼掐断后 变成了无数动物 再往下是母亲的面容 最深处是沉默的杜伦 为了对抗混乱 派哥写起了日记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 暴风雨再次降临的那天 天空中阴云密布 海面上波涛汹涌 救生艇在海浪中沉浮 派哥和老虎躲进船舱 幸运地熬过了那晚 等到派哥隔天醒来 老虎已经奄奄一息 派哥伤心地抱住老虎 心中开始变得绝望 他躺在船上 准备迎接死神的来临 然而小船却意外漂到一座绿岛 绿岛上生活着数不清的湖蒙 岛上还有一片清澈的湖泊 派哥跳进湖中 洗去了这些天来的疲惫 老虎也来到岛上寻找食物 到了傍晚 湖蒙好像受到惊吓 全都躲进了树林 老虎也被吓得逃回船上 派哥在树上搭了个睡袋 打算在那里度过一宿 然而半夜时分 派哥却被湖蒙吵醒 他望向树下 这才发现白天的湖泊 竟然变成了酸池 池子里面布满了未被消化的海鱼 派哥摘下树上的果子 剥开叶子 里面竟然是一颗人类牙齿 派哥这才明白 绿岛原来是一座食人岛 第二天 派哥带着岛上采集的植物 回到了船上 他用口哨换来老虎 一人一虎 再次开始了漂流 这一次派哥很幸运 船只漂流没多久 就抵达了墨西哥海岸 派哥被岸上的渔民救起 老虎则回归了丛林 派哥住院期间 两名保险公司员工找了过来 调查杜伦沉默原因 派哥给他们讲述了这个奇幻故事 调查员却不愿相信 香蕉不会漂浮 海上也不可能有什么食人岛 派哥见两人不依不饶 又给他们讲了另一个故事 杜伦沉默时 其实有四人生还 厨子和水手甩先上船 派哥跳进海中 被厨子救起 后来派妈抓住香蕉 飘到了船上 水手逃生时受了重伤 伤口遭到感染 厨子自告奋勇 给水手拮据 然而水手还是领了盒饭 水手死后 被厨子拿来充当鱼饵 派妈努力保护儿子 结果惨遭厨子毒手 最后愤怒的派哥杀死了厨子 调查员听完这个故事 没有再问下去 很多年后 一位作家过来采访成年派哥 派哥给他讲述了这两个故事 还问作家 他相信哪个故事 作家愣了一会儿 回答说 有老虎的那一个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是李安的一部杰作 凭借此片 李安拿下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导演 网上对这个故事的解读有很多 有人指出第二个故事有漏洞 虽然水手和斑马 派妈和猩猩 厨子和猎狗 派哥和老虎 四组人物都能一一对应 但是派妈跟随香蕉 飘到船上的情节 显然有漏洞 有一种解读认为 食人岛和海中的母亲画像 都在暗示着 派哥可能是一个食人者 奇幻故事的外壳下 其实隐藏着残酷的真相 但是贱娘不太认可这种解读 少年派奇幻漂流不是一趟现实的旅程 而是一趟精神之旅 不论是凶狠的老虎 还是可怕的食人岛 都是李安在探索心灵时发现的东西 老虎是每个人都有的冲动 需要我们和它不断抗争 神秘的食人岛 更像是心灵最深处的集体潜意识 它是心灵的源头 也是人性的发源之处 它可能很可怕 但它也是一切生机的开始 要是你的话 更相信哪个故事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